詞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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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這盒手機是怎能用的呢 他說這盒手機是有螺絲被大風吹的時候 一顆螺絲搭到第二顆 第二顆就搭到第三顆 搭配合的時候就滴滴答答響了 響響之後突然間在一個聯隊中 就弄了一個這樣的手錶出來 各位你信不信呢 我絕對相信一個有邏輯 是有真正理想有思想的人 都不會相信手錶是人的出來 是人都會相信手錶是人的做的 但我們要問一個問題就是 這麼簡單的手錶都要人來做出來 何况是这么复杂的宇宙 这么复杂的一个人体 这么复杂的器官 这么复杂的这么多样万物 到底怎么可能这么有规律 这么有秩序 这么有目的的一个这样的宇宙世界和万物 是可以偶然产生了出来的 再加上当我们问一问 星辰又怎么来 宇宙体又怎么来的时候 这些是更加复杂 圣经怎么说 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 很清楚告诉我们听 起初神创造天地 创造这个字 这个来文原文 Bara B-A-R-A 其实就是有没有变成有这样的意思 神是由没有来创造这个宇宙 由没有变成有创造太阳 月亮星星 由没有变成有 来创造各种的植物 动物 生物 海里的鱼 这些活人名叫亚当 原来按照圣经所说 人的肉体是神用地上的尘土来造成的 但是人的灵魂是神在人的鼻孔里面吹一口气 以至到他能够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 而造这个字创世纪二章第七节 是用Azah A-S-A-H 是与第一节创世纪一章一节的Bara是不同的 那Azah是什么意思 Azah 就是用原有的物质来改造 换句话来说 人的肉体是被神改造成的 是已经有地上的尘土 然后就用地上的尘土来改造成为一个人的肉体 但是灵魂始终是次人灵的神来给个人 人由头到尾是独特的 绝对不是进化出来的 绝对不是以前是低等动物慢慢变的 甚至不是由一个猴子来变成的 人就是人 我们是绝对不可以和其他的东西相提并论 我们看回《创世纪》的一章十一节 一章二十一节 一章二十五节 里面讲到神做这个地上的青草树木 然后做海里面的鱼和所有的生物 然后再加上天空的非鸟一切的生物 和地上一切的野兽 神话是各重其类 然后做人是怎么做的呢 圣经讲得很清楚 《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六节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着我们的样式做人 去管理海里的鱼 胸中的鸟 和陆地上一切的生物 亲爱的朋友 原来神做我们 是要去管理陆地上一切的东西 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所做 人就是人 人是独特的 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 和脚色在我们的当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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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